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33南北线 欢迎大家回来 刚刚我们和大家讨论的话题 是美国接下来有两个动作 第一北约峰会 第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马上就要演习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早有准备了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在6月15号这一天 除了这一天特别特别 那就是习近平的生日 是不是6月15号 大家那天都在猜测 说0030不要下水了 结果没下 对但是这一天还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两位领导人通话 两位领导人通话谈了几个点非常重要 来给大家看一下两位领导人谈了哪些话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媒体的发布 首先他指出了习近平指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两国的经济发展 他提到了一个词务实合作 第二我们看到是普京也表示说务实合作稳步发展在经济上 第二个问题提到是在主权上 第三个问题提到是在国际的一些国际会议 以及国际的合作上 这是第三点 最后一点的是普京非常关注的 最后一点习近平强调说中方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要始终保持独立自主来做判断 我们看到其实这份官媒当中 第一务实提到了两次 第二独立自主做判断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 两位老师到底中俄合作的务实合作指的是什么 来 杨健博士 来 博士先讲 务实就是有实际的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经贸关系 对吧 经贸关系现在是中俄经贸关系是不断的往上走 对吧 一年一年突破纪录 我听说好像今年就要到2000亿美元了 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然后他通话当中讲到了黑河跟黑布大桥 对 公路桥 对 叫黑河布拉戈维生斯科公路 很长的一个城市名字 对 公路桥 总而言之就是你想想看中俄边境有4200多公里 是 然后就和龙江作为边界都有1600公里 没有一座桥 现在有一座桥了 当然很重要 对吧 这个从经贸上讲肯定是有实际意义的 对吧 然后又再加上这个时间点上 对吧 这个时间点上做这么个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 助而受 对 然后在这个俄乌冲动期间 对 其他国家要想跟制裁俄罗斯期间 中国又加强了这个经贸关系又瞧一通了 说这一切事实上都在指向一个中俄在走进这么一个方向 对 那么所谓独立自主的要来做判断就是这个意思 对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你怎么看 我有我的看法 比如俄乌冲突 就等于是中国说我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理解 所以我们做我自己的判断 然后做一个决定 对 大概这么个意思 那除此之外 其实很多媒体都说说 俄罗斯现在要向东看 中国要向西看 希望的是把欧亚大陆 这块大陆给你打通了 你西方是海权为主嘛 对吧 那我现在要把欧亚大陆打通了 那老师您觉得这种可能性 一直以来其实都有 就是在这个中俄关系上 实际上是俄罗斯是非常担忧中国的发展 那就像那个大桥 实际上中国当初跟俄罗斯在谈的时候 是两边一起做 一人做一半 但是中国做了一半 俄罗斯没做 那他担心的是什么 中国的坦克会不会抬过去 这个跟当年英法海底隧道 一样的概念 那会怕是因为中国比较强大 中国的经济力比较强嘛 那加上这种情况的话 他的担忧是有一定的存在 加上这些年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俄罗斯必须看到 他必须靠近中国 不然的话他在欧洲是比较寂寞的 所以这一次很快 刚好这个习近平过生日 打个电话 祝个寿顺便谈一谈 大桥也通车 代表将来两边在走动的时候 可能俄罗斯也希望 除了这个经济之外 在军事上也希望跟中国有一些合作 因为中国军事发展现在确实是非常惊人 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概也知道 但是在中国在捏拿这个中俄关系上 我觉得中国是比较 还是稳扎稳打 对 没有很积极 我很同意这个David老师的观点 就是在中俄关系 很多年都微妙都很微妙 俄罗斯他的国土是横跨欧亚 他一大绝大部分国土是在亚洲部分 但人口绝大部分在欧洲部分 他又认为他是欧洲国家 他一直想融入欧洲 可是欧洲西方国家又不想要他 对 所以到现在他又回头来 他还要看看中国 中国其实也有某种警戒 那历史上的话 他也是某种的警戒对俄罗斯 所以也没有真正去想 但是因为这一切 因为这几年美国的这种战略的调整 中国的压力 所以他也靠近俄罗斯 所以双方就某种共同利益在这里面 都想靠近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关系 就比以前又提升了 是 他们说俄罗斯中国背靠背关系 其实在中亚这块也体现的很明显 对 就是现在俄罗斯我打仗了 我中亚这个兄弟们我顾不上了 那中国你帮我顾顾兄弟们 俄罗斯到底是真的放心中国 还是说我现在需要中国 但中国又算是比较可靠呢 我觉得没办法 国际政治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吧 对 这就是典型的国际政治的关系 这问题 就是说大国之后 国家之间 它的确很多是一种利益关系 那么俄罗斯跟中国两种大国 在历史上它也有纠结 有纠葛 那么有窝差 那么很多年也相互不放心 也都希望跟美国 还靠的比较近一点 对吧 对 结果现在是美国跟两个都不走 不怎么地了 然后两个人要挪起来 我们两个合作一下吧 就这么来的 对吧 所以从短期来看的 这种合作点 或者利益共同点是存在的 只要利益共同点存在 那么关系就可以往前退 是为了两国共同利益 为了两国共同利益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次 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习近平通话之后 美国首先就开始有反应了 美国说中国 你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那结果在第6月18号的时候 拜登正在休假当中 就有记者问说 你看人家两国通话了 你要不要赶紧跟中国也通通话呢 拜登说我们正在寻求机会 正在通话当中 结果第二天 中国就发布了一个三万九千字的文章 叫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 三万九千字 那是真的是堪比一本书了 所以美国寻求和中国通话 这两个人通话 能够顺利的进行吗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高度不一样了 中国是越来越强烈了 能体会出的太多 这个中美领导人通话的时候 感觉到还是有有高低之分 现在我觉得这时候中国中国可能在明明知道要通话 还先把你对我过去谬论通通给你纠正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态度在比较硬一点变的 以前是你这个的确的观察是很对 以前中美元首通话 中国会觉得好像很不错 这个好像跟美国人通话了对吧 对 但现在事实上中国就说你要通话可以 咱们平等 对不对 你有些错误观念纠正 也不会是说好像 好像说我极其破坏的想跟你通话 这种感觉是吧 所以他现在整个这个心态大不一样了 这大不一样本身 一方面是中国的这种成熟自信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美国的某种失望 坦率来说 就是因为你讲了那么多 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你做的事情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知道吗 他就他有某种他期待直下降了 所以他这种对话的这种期待下降之后 所以他的热切程度也就下降了 所以可以谈 中方也愿意谈 我相信的 因为在国际关系里面 我认为谈话是非常重要的 是 领导人之间对话非常重要的 但是就是你的期望值在哪里 我想中方现在对中美之间的谈话的期望值 是下降的 所以他也不会说 使劲的去推这个事情 但是 他依然是会很乐意的去做这个通话 那美国的 我们刚才说中国的期望值它在下降 这次又是美国希望和中国通话 再加上前段时间杨介石沙利文会面 其实也有部分原因 就是为之后的通话做打算 那美国期望解决什么 他跟中国通话 两位老师预测一下 可能谈到哪些话题 美国问题很多了 通胀了 经济 我觉得经济是关键 对他肯定还是谈到一些 比如从美国方面讲的 我中国也会也会讲的就是 比如说台湾问题 他肯定要去讲一讲 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对话时间讲这个问题 讲这个事情 然后回到记者提问的时候 讲的另外一个说法 然后又做的又是一种 做的又做的另外一个说法 这就是让中方感到很不满的地方 那么所以呢 他无非就再重新 你给我重新说明一下 声明一下 我不认为这个对话 通话本身它会有太实际的东西 他做很多很多旧的观点重新谈一谈 但是这个姿态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两国领导人在对话 这是很重要的对话内容本身 其实我想在平时就会 都会有这种沟通了是吧 都会有都会有的 但是这个形式本身大于内容 是那在国际场上有一个说法 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说就是旋转门理论 就是我今天中国和美国通电话了 我明天一定要和俄罗斯通电话 因为很简单 怕俄罗斯多想 就是会有这样的理论在 就是三个大国要轮着通电话 那这次有没有就是说 美国要急于和中国通电话 是为了这个让中国的立场 特别在俄乌关系上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会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吗 两位老师觉得 我倒觉得应该不太会 因为理论上来讲 现在中国有他自己 比较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俄乌冲突上 中国该怎么走 在这一次已经非常明显 看得出来呢 中国在这个上面的进退 也没有依照美国的指挥棒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当然美国很生气 认为中国在这个上面 没有配合经济制裁 还有各方面 中国甚至在石油进口方面 现在已经超越了沙特 成为第一个俄罗斯的石油 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 那更不要说在这个世界局势上 我觉得这是俄乌冲突啊 其实更可以看出来 现今的局势 美国在这种世界警察角色上 好像没有当年那么凶悍的 你怎么觉得 对 就连俄乌冲突他都搞不定啊 对 他现在主要是依靠一些盟友 做很多事情 然后呢 就是这个对话 通话本身呢 他很多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 就我相信啊 完了之后呢 会各说各的 这个拜登会讲 我谈了谈了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是美国人民众 和美国努力 或者美国政策 选民要的 所关注的 对 比如说乌克兰问题 他可能会提出来 对 中方他可能就不会 中方一做个回应 中方又提出来谈谈问题 对 就是说他会有各方需要他们点 然后呢 发个公告 我谈了什么 我什么态度 然后他们发个公告 我我谈了什么 我什么态度 大概这么一个 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真正内容不会告诉大家吧 就讲他会讲立场吧 讲立场讲各方立场吧 对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我谈到这个谈谈问题啊 拜登就种一种原则啊 是不是又就讲一遍 所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样子呢 也得做一做 来抚慰一下我们的民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还有一定程度 可能有一些谈的也不会对外讲 对 真正实际的东西呢 是外交官之间的 他们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最最主要的 那么谈完了之后 可能让两个领导来宣布一下 对 这是可能的 就是这样感觉到领导做决策 对对 是我们看到其实6月55号这一天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习近平呢 这个签署了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这个世行纲领 这篇文章看了一遍啊 其实真的是没太看懂 但是有几个非常重要 我们就在想他签署这个到底是干嘛呢 其实在他的第二段中就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他说要应对突发事件 保护财产安全 维护主权发展利益 维护和平地区稳定 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方式 规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 这几项听下来感觉是在背政治的这个课本的内容 到底说这个行动纲领的事行啊 有何深意 当然媒体猜测非常多 那有的人猜测啊 就说这是要军管吗 要内战吗 要攻台吗 来两位老师 看看这个猜测会不会成真 你先讲我先讲 你先讲吧 来大老师 我都认为这个可能大家解读太狭窄 以中国现在整个军事发展上 各位不要忘记 中国在全世界有巨多的这个投资啊 有很多中国的财产在海外 还有中国有大量的这个邮轮啊 这个货轮啊 不断的在运输中国制造的产品 那中国有没有军力去保护这些 美国有那么大的军事力量 实际上它是为了巩固它的贸易 跟它的这个经济啊 才有那么大的军队 那中国也应该有需要在某一些时候啊 中国的军事非战争状态 军队也能够去保护中国财产这个概念啊 当然我觉得两岸问题啊 不需要用这一个非战争状态去处理啊 有很多方法光是封锁 封锁整个台湾海峡 这个问题就已经让台湾都撑不下去了 根本不需要动到这个一枪一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看出来 中国在全球的这个一种军事布局上啊 它要准备有依法有据 所以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军事基地啊 或者是后勤补给基地也好 中国在整个布局上 它会越拓越大 在全球的军军事部署上 是 一直外界对这个习近平 杨博士 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 就是呢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认为还是以规范化的一些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就包括了 包括侨民啊 保护这个航线呀 反恐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它是最主要这个目的 嗯嗯嗯嗯嗯 走个时间点上 这时间点敏感 然后那措辞有点像普京的 特别军事行动的措辞 所以呢就别人就联想很多 对呃 我同意这个老师观念就是呢 这个如果是对台湾问题 他并不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嗯 来还要来个法律文件 他已经有个反分裂法 嗯对吧 他已经有这东西了 所以他并不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不排除就是呢 围绕着台湾问题 在周边一些军事行动 他可能也可以用这个来来进行 来某种某种的这个规范 有可能 但是呢 他主要目的呢 还是我认为就是呢 他因为他随着国力强大 海外军事行动不断增加 所以呢就需要一种某种条例 来规范他 嗯嗯 就是该怎么做 什么程序 对吧这个他都有 这个我认为是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方向 嗯嗯 首先就是大家有这样方面的猜测 就是俄罗斯说我这是特别行动 中国马上出了一个 就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 另外的话很多人啊都觉得说乌克兰之余 俄罗斯就相当于台湾之余中国 嗯 梁建博士您觉得啊 乌克兰和台湾 这个能够相提并论吗 我认为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对于大陆来说 嗯 台湾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结束的内战 嗯嗯嗯 对吧所以呢它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的 所以呢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独立在 它不是个独立的国家嘛 是国际上明媚没承认它嘛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法律地位 以及历史这个地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么比较本身 我是认为它是不能去这么比较的 嗯嗯嗯嗯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 呃对于中国来说呢 他真正要去要真正要去用使用武力的话呢 当然是有美国啊这国家可能会说过 说他要去某种干预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毕竟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陆跟台湾 不管在哪方面讲 从这个土地面积军事实力 啊以及这个等方面讲 都是不一样的 不能比了 那邓老师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以中国现在的这个 整个世界布局来讲 他不会把他所有的这个筹码或军军事行动 放在台湾上面 因为他看的是大局啊 看了可能是未来50年 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他不会因为一场可能在台海冲突啊 就把他自己给给给陷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一直所讲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 一像人家过去所讲要武统 什么要登陆啊 要什么轰炸 那个真的是太棒菲利奇了 那个我给你讲一讲事 这个十几年以前 你觉得可能是 十几年以前有一个中国大陆这个名嘴 其实我还认识一块 我们一块学习过 是啊 然后说五年之内同一海湾 那哪一年 那是学者呢 十多年以前 那是学者呢 还有五个专家 我都不算朋友了 我听完这句摇头啊 我说这个这个已经 已经不是学者说的话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迎合了中国大陆某些种情绪 但那个是不是基于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对 所以呢 现在别别人老问我 说这个什么时候打台湾 什么时候武力 这其实这个其实这个这个时间表啊 不是不在北京手上 嗯 是在美国和台湾这些人手上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是美国 对 你要你要push 你触碰到大陆的底下去打 嗯 你不触碰到底下去不打 就给他 他没必要那么急着打 嗯 对不对 因为他他这个打的代价是很大的 对 但有一点要第一点要认识到就是呢 没有一位没有 没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 愿意承担就是台湾这么一个责任 是关键是现在比如说像美国针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 他现在打的不是自己下战场 我就是代理人战争 今天没有台湾这根弦来挑动中国 明天旁边的韩国日本印度都可以挑动弦 美国会挑动哪根弦呢 台湾肯定我觉得算是一个首选吧 毕竟是台湾比较敏感吧他的核心利益嘛对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对对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呢 你挑动台湾 ok 比如大陆去用武力 那么你美国想捡到什么程度 就和现在乌克兰程度一样我可以提供给你钱 那我跟你说那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那绝对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 我跟你说如果你按军事实力法台湾就撑不了那么长时间 一个礼拜都已经很多但是这次俄乌大战让我真的是觉得说哎呀 以前觉得说俄罗斯嘛军事实力那么强对吧 排名第二应该攻克乌克兰这个一个星期差不多解决了 结果没想到直接就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普京当时是不想争拿 他只是想逼和逼的谈嘛 对这个这个呢不管是人口土地面积 嗯因为他这个乌克兰他是有众生的 然后很大的一个国家对吧 然后人口也不小 嗯所以俄罗斯呢 他他事实上是不法从一个战争 他是没有动全部的这个这个力量来上来的 嗯所以他跟开始肯定一些一些事 就是说让你快点坐下 到最后呢就最后呢就到到现在 但是呢但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没法比 嗯就是没法比 所以呢这个你想既希望与这个台湾跟乌克兰那样 呃要持续那么长时间 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在6月15号这一天呢 呃汪文斌说说台湾海峡非国际海域 但实际上这句话呢他说的就是说哎我无缘故事 这句话是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美国第7舰队通过台海 那通过台海之后呢美国就说我是合法的有国际法 因为国际法说可以穿越国际水域 所以汪文斌当时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呢是国际海洋法中没有国际水域这一说第二点他说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和中国的国内法说台湾海峡的水域啊和两岸和这个大陆的海岸线向海峡中心线延伸 依次呢为内水临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 刚才我看到杨建博士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台海发生问题要看在哪个问题上 今天大陆这么强硬的表态 如果今天美国继续穿越台湾海峡中国选择打还是不打 那肯定不会打的 他穿过海峡怎么会打呢 有这么多年了 是这样的就是呢 他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个问题 我论法理上大陆是对的 就是这个国际公约海洋公约上实际上是 所谓的这个high sea 就是说最为讲远是公海 公海呢我们基本上叫国际水域 公海 是但其实呢其实呢这个在台湾海峡里面那个那个距离其实最最窄70海里最宽220海里是那其实是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海这么一说了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个经济海域专属经济区就200海里对对对对 两边加起来公海是只有200以外对对对 所以呢从从法律上讲他是这个是这个不存在这个这个什么国际水域什么东西的嗯嗯但是呢在专属经济区大际的 大家是可以叫innocent pass就是那个叫无害通过对就说呢你在商船什么这就可以通过的这是没问题的嗯你的包括你的军舰上都可以过但是呢但是呢你不要大有敌意你要而且你要之前告知告知 告知对我要过了对那么呢现在就是呢这个呃但是呢因为在台湾海峡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嗯嗯那我认为对大陆来说他就是呢我放的地方告诉你我放的地方 我不承认这是国际海水域啊嗯一旦我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做事情的嗯那只是我不需要的话呢你就过吧我先说了对说话对你你你做了嘛对吧是是是但是有必要的话我是可以有理由的嗯就这么个态度对我看到这个6月14号在汪文兵发完言之后呢马上美国的发言就出来了 美国说台湾海峡就是国际航道呀我还包括航行飞行自由都还会继续而且会重申就是美军会继续通过台湾海峡那还有评论人士就说了说这个习近平已经决定啊加快台湾的长期胁迫步伐海权成为新一波挤压台湾的手段 戴博老师这个要怎么理解呢海权挤压台湾我觉得中国的深南海军是一个一盘大旗啊长期的规划从航母的建设啊到那些驱逐舰的建设啊实际上中国今天真的是放眼世界啊绝对不会因为家门口的这些事情啊就影响到他整个海军的发展因为现在以中国整个发展军事上来说呢这个更着重的是海军啊排第一空军大概第二啊陆军反而变第三就是中国从过去 大陆军的概念慢慢现在走向深南海军是这个跟国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来说呢这个台湾海峡这一块问题啊实际上美国现在是故意在试探啊就模糊战略啊或者模糊红线啊在那边打擦边球就试试看你底线在哪儿啊你稍微讲一讲他就退一退你不讲他就往前进一进就在那边来来去去啊所以当中国如果深南海军已经遍布全世界 美国可能已经无暇顾及台湾海峡可能要顾的是美国加州沿岸的哈所以这个时间呢会证明一切我觉得到不及啊那杨健博士您怎么理解说海权要挤压台湾刚才戴博老师有说说哎呀中国未来可能会这个军事基地也会遍布全球你觉得这个可能性要他可能将要守加州是这样对早晚他就中国就像上任什么角度早晚中国是往外走的他因为他的贸易已经遍解全球了嗯所以他早晚 是要在全球立他的一个一个点来保护他的这种国家利益嗯对所以呢这个深南海军本身他肯定是一个发展方向只不过说这个时间上讲他有多急迫他投入多大呃呃我刚刚讲的就是呢我希望中国呢能够把握住他的节奏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太快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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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就好像为了军事发展而而而牺牲到经济利益嗯因为最终你靠的是经济 你支撑的那个国家是呃经济不上去了那么呢你没有没有实力去搞军事军事的发展而且是老百姓国内政治很不稳定了所以呢最关键点要学起苏联的教训就是呢经济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基本点嗯在我基础之上你发展的国力和这个军力这个是肯定没有错的呃所以我是觉得是这个从朝远来说中国肯定往外走但是不要过分渲染对 就是现在好像哎呀中国现在很厉害了挑战美国了我现在还有一个还有个民嘴在大陆的民嘴说啊以后世界就两国家中国外国哈哈哈这个优点太自大太自大了反而反而不好会让领导不好做事我觉得因为你把那个领导会有压力啊主要是对这样说的话美国也会有压力哎呦你这是有这个赶超我的心思对我这个这中很想赶超这个这是这是也可以理解嘛但是问题在于问题在于是呢你你怎么个做吧在外交上你怎么姿态怎么个 要做呃最关键是你要考的长期的可持续的这么个发展这个很关键的不要不要某种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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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情绪所煽动着然后呢就时间去往前推到最后呢后面这个底子也不够了因为军事发展上呃烧钞票对是军事发展烧钞票养的这些部队是一直不停的花钱就像美国现在你看这个尼米兹当初也那么贵现在通通要淘汰要重新做新的没办法是那同时其实在呃很多外界的评论啊 都说呃要防止防止什么呢就是中美陷入修西底德陷阱嗯这个修西底德陷阱就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一个新兴的国家起来他会挑战原先的大国那原先的大国呢也会配合新兴的大国那两国呢就势必要通过一场大战来决一胜负嗯那中美可能就存在这样的一个让大家担心的关系嗯怎么样中国他能避免陷入修西底德陷阱呢哎两位老师 严格模式中国一直想他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对习近平都讲过对嗯就什么就是呢这个的确在历史上哈在国际关系里面的确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呢兴起大国跟首层大国之间会有这么冲突最后打一仗对最后打一仗啊啊就就等于是这个就就这反复历史重演啊这么来啊但是呢这个呃呃有一个地方呢可以可能可能吸一个吸取或者可以虚实一点东西一点东西就是呢比如说 比如说在美国崛起之前英国嗯是英帝国对对吧英帝国起来然后呢当英帝国跟美国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战争美国把英国打下去不是的嗯不是的而是因为二次大战对吧嗯然后呢美国起来了嗯然后呢这个英国没落了对吧但并不是英国跟美国之间所以呢他某种程度讲呢他是他是有这种可能性来避免的嗯所以中国是呢我们对话我并不想这个 这个取代你我们也我们和共同都是一定要跟你打问题是美国可能不相信这个一点这是个问题哈但是就是呢呃这是一个在国际关系里面经常难觉得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呢新奇啊这个首层大国会怀疑新奇的大国嗯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中国这么抱有戒心尽管中国一再解释但美国依然抱有戒心就是不行就是不行所以呢这个呢这就是这个 这个今后这个摩擦这种这个还会持续到最后回面有战争说实话没有人说肯定没有或者没有说也有人说肯定有哈嗯但没有人说肯定肯定也肯定也肯定没有但是很难说是嗯是对所以世界的局势啊就像习近平刚讲一句话说如果一天到晚去堵别人啊有一天别人会把你的路给堵死对不对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掉了是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呃美国领导人更应该用一点所罗门王的智慧啊 大家看待否则的话美国会越走越窄真的是这样啊嗯是我们看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当然呢我们也看到说中国目前为止其实面临的危机很多包括美国在不断的挑战那中国如果想避免接下去啊更大的比如说美国制造的危机的话蹲好马步打好经济基础以及保持整个国内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谢谢 感谢